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面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几个呢,我们继续微信公众号内线网页开发流程的介绍 那么这几个要点有一下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更新一下我们服务端的路由和模板 然后呢,能在我们的页面里面嵌入这个微信的GSSDK 并且能够正确的教研它的权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介绍如何在我们的这个内线网页面使用这个VUI 那么VUI是微信官方提供的一套这个UI的方案 那么它用在H5页面里面还是比较适合的 那么最后呢,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当于跟前面课程的一个结合 就是在微信的web开发的工具里面调试这个微信的网页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我们登到我们的这个远端的就是ECS服务器上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呢,是更新路由和模板 那么我们的路由呢,在Rules Index下面 那么在这个里面,更新这个路由之前 我们先需要更新一下libs.js.dk 那么这个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模块导出的内容更新一下 因为之前是没有导出任何内容的 只是在这个脚本内部做测试 好,那么我们直接在这加上module.export.js.sdk 导出的就是一个实例 那我们把下面的调试语句都删掉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router里面把这个gssdk导出来 引进来导进来,然后libs.js.sdk 看一下,对,libs.js.sdk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嗯,就是在我们的WeChat Hello这个路由下 我们先让它getCM package 然后呢,传入request.url 那么这个地方request.url 其实这么传,其实有一点问题 因为它里面没有这个,嗯,没有这个完整的这个域名 那么我们先这么写 那么把CM package收到 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先判断CM package是否或是成功 如果是Error的话,那我们直接用这个Express默认的Error处理 returnNext 那么如果没有Error,那我们直接Render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脚手架使用的引擎呢 Render引擎呢,就是这个Jade 就是模板引擎,就是Jade 那么这里面,嗯,大家知道这个名词就行了 不做不做的介绍,我们在这注视一下 JadeTemplateEngine 因为本门课程的时间有限,这里就不但大家需要 单独就是自己去学习一下这个Jade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说出的HTML 是排版格式化过的 好,那我们更新完路由之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新模板 我们模板的路径在UseIndex.Jade下面 那么在更新模板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这个 我对这个,我们需要对这个默认的这个Layout做的一些改动 那么我们所做的改动就是加了一个Meta的 那么这个是做H5页面开发 一般都需要加的 那么就是ViewPort的这个Meta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嗯,Index.Jade 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Hello,那么我们先不改它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嗯,微信 就是微信的这个,内嵌页面所需要的这个Js的格式 把它粘过来,然后把它转成Jade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直接把它粘进来 好,那么我们把这一段Js粘过来 好,把代码的锁进调整一下 然后把这一文注释删掉 那么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个 这里的语法,就是不要担心 那么这个都是Jade的语法 因为这个文件扩展名,大家一看就明白 它就是Jade,好 在微信Ready的时候,console.log 微信.ready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嗯 就是这里面我们需要声明一个变量 那么把sign package 等于,那么这里面需要用碳号,画过号,括弃 接上点, string 给翻 那我们这个,从把后端传过来的 这个sign package传给前端,就用这种方式来传 那么这儿我们直接用sign package.appid sign package.timestamp 按个改一下,那么timestamp 这是nonstream,然后这是signature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把所有的Js API 拿过来,那么我们这个页面需要用的Js API 呢,去哪找 那么在这个微信 网页开发下面,微信 Js SDK说明文档的最后面 有一个这个所有Js接口的列表 那么我们把这个 所有分享相关的 先拿进来 好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首页就 就模板就更新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来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原代码里面 就是引入了这个微信的Js SDK 那么sign package呢,是这样一个值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UIL有问题 那么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 看一下,我们演示一下这个 使用微信的Web开发者工具 如何 它的移动调试的功能,如何 调试我们这个页面 好,我们直接打开 那么这个是已经登录的有缓程 那么我们这个选这个 iOS设备调试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这个 确保手机 就是确保我们的移动设备和这个 这个你的这个PC 再统一局域网 然后打开我们的设置里面的网络 无线局域网里面 我们设置一下代理 把这里的代理设置成 就是我的微信 Web开发者工具里的代理 那么 所以我们证明 在实际上 都在实际上 点